各位网上的朋友们,大家好,今年是牛年,我祝愿大家牛年大吉,牛气冲天。 今天我给大家聊一聊我们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所体现的精神, 以及对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,对我们有什么启示,可能朋友们都知道2020年10月19号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70周年, 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10月18号发布命令,命令13军团在19日进入朝鲜, 然后有38军、39军、40军和42军也相继进入朝鲜, 并在不久,我志愿军与美军展开遭遇战,美军骑兵团的第一阳被歼灭, 至此抗美援朝开始了,朝鲜战争进入到新的阶段。 朝鲜战争应该分两个阶段, 1950年6月25日是朝鲜的内战,这一场战争跟中国没有关系, 但是1950年10月25日这一场战争是抗美援朝, 它跟中国是有关系的。 直到1953年7月27号签署停战协定, 总共两年零九个月, 我们志愿军在这片地区进行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惊艰动地的战争。 它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, 也是当时对世界格局影响的一个重要战争。 这是冷战初期最重要的地区战争之一, 它改变了全球冷战格局, 对新中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 关于抗美援朝有很多书和纪录片, 大家对这段历史也有所了解, 不过我今天还是大面上谈一谈抗美援朝的一点启示吧。 去年在军事博物馆, 有一个纪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的展览, 我们的习主席也参观并做了讲话,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, 我们现在要加以学习, 这是一个新的提法, 也是一个新的高度。 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很久了, 但是世界并不和平, 正如中国网友所调侃的那样, 世界还是老样子, 只不过你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, 我们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, 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那些牺牲的十九万七千烈士, 这些先辈是用他们的生命给我们换来的和平, 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地体会这些精神, 然后秧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, 否则对不起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畏精神。 我初步总结, 抗美援朝伟大精神大概有四个方面, 第一点, 对一个国家来讲, 一定要寻求独立自主。 新中国成立以后, 我们国家在外交上始终在追求一个东西, 叫独立自主, 它是我们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性格, 当然后来还发展了很多东西, 比如说和平共处, 开放, 包容, 责任感等, 中国在处理外交方面展现灵活的性格, 追求独立自主则是七十年已以贯之的。 朝鲜战争爆发后, 在抗美援朝当中, 这个我们就把, 这种独立自主精神付诸于实践了。 坦率的讲, 任何新兴国家都希望独立自主, 但是能做到的是很少的。 新中国做到了, 在很多角度, 很多方面都做了贡献, 抗美援朝就是其中之一。 正是因为抗美援朝的成功, 我们国家就有了安全保证, 独立自主就有了实质的内容和底气。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, 百废待兴, 而且国家总体来讲还很贫弱, 朝鲜局势也很复杂, 实施抗美援朝的决策和真正的参战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当时朝鲜南北内战开始以后, 如日中间的美国竟然亲自参战, 要知道二战结束的时候, 美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一半, 金融力量占世界百分之八十几, 而且独立拥有核武器, 面对我们周边国家发生了内乱, 面对一个超级强国在周边的介入, 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管不管, 这是挺难决策的, 对不对? 当时毛主席置地有声的说, 这个事我们一定要管, 他后面有一个目标, 就是要确保新中国的独立自主, 尽管朝鲜战争的爆发跟中国没有关系, 中国对此没有责任, 但是美国还是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了。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, 27日杜鲁门总统就宣布第七舰队进入我们的台湾海峡, 另外美国也宣布他的军事顾问团进入南越, 当时的越南是南北分开的, 原先的南越政府是依靠法国的, 但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, 美军就进去了, 美国成了南越政府的主要支柱, 也是对于新中国来讲形成了强大的威胁。 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, 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威胁都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, 所以中国人是修长城的, 我们的军事战略中心一直是北方的边境, 但是近代以来情况变了, 北方来的威胁也有, 但是南方来的威胁特别是从海上来的威胁更多了, 从海上来的威胁主要有三条路径, 一个是朝鲜半岛, 一个是台湾海峡, 还有一个是越南那边的中南半岛。 美国在介入朝鲜战争之后, 他们不满足于控制朝鲜, 他把矛头对着我们新中国, 南面威胁中国的三条路径, 他都派兵了。 从新中国的角度来讲, 我们必须把这个威胁堵住, 否则我们的新中国是不会安全的, 要是防范美国长期的干预, 就必须找到一个回击点。 那么毛主席就选择了在朝鲜那个方线回击, 现在看起来是对的, 我们做了正确的决定。 那个时候, 我们新中国及时的出兵, 当然,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志愿军先辈打得很好, 他们从这个中朝边境出发, 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, 应该讲达到了战略目的。 他给这个新中国后来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, 从而为我们外交追求独立自主提供了条件, 没有这样一场战争, 独立自主是做不到的。 独立自主它不是天生的, 不是自动送给你的, 它是争取而来的。 朝鲜战争就是使我们获得独立自主的第一个关键战役, 应该讲这个历史意义非常大。